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 家中在乌 瑶瑶会学着打理 你阿母回阁家了 阿父也要远行了 从此便不能 体贴照顾你 张嫂 瑶瑶性子满 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王惯的 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 所以还望 长兄长嫂能够堪顾遗二 只要我去白陆书院 也能够安心读书 二弟放心 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 教会养育的 定不让杨阳受半点委屈 杨阳 以后遇到时 多跟你大伯母商议 你要记着 长嫂才是你的家 请经母放心 我会的 白陆 日后要多听大伯父 大伯母的话 好了 长嫂儿 长嫂道送金千里 必有一别呀 大家请留步 告辞了 太公一路保重 拜托掌兄掌嫂 成成 谢过了 快点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走 走 走 今天不必太难过 你外大夫大母作业 已经差人送信到白鹿山 但你阿夫到了书院 自会有你招负的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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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